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美首脑建立起不升级贸易对抗默契之际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首席财务长并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引发全球关注 据披露 孟晚舟面临来自纽约东区的指控 华盛顿正要求将她引渡美国以接受调查 据美联社快讯 当地时间12月5日 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伊恩·麦克·劳德宣称 应美方要求 加方已于上周六逮捕孟晚舟 她将被引渡到美国 麦克·劳德并表示 孟晚舟申请了媒体禁制令 导致她不可以提供任何进一步的细节 保时听证会定于周五召开 华为获悉后 在声明中说孟是在加拿大转机时被捕 并面临来自纽约东区的指控 但不清楚具体罪名为何 针对加拿大警方应美方要求逮捕孟晚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6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已就此案分别向加方和美方表明了严正立场 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的理由做出澄清 立即释放被拘押的人员 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目前 美国主流媒体华尔街日报与纽约时报均认为 这是美国打击这家中国电信技术巨头的最新举措 华尔街日报称 川普政府将华为视为国家安全的一大威胁 此前已针对该公司开展了长达一年的行动 过去一年中 华盛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限制华为在美国的业务 最近又发起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国际外联活动 旨在说服盟国实施类似限制 与此同时 纽约时报分析说 此事发生在一个敏感时期 可能会令两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 报道特地指出 孟晚舟被捕的当晚 川普和习近平两人正在不宜诺斯爱丽丝共进晚餐 并同意双方的贸易战停火90天 换言之 中美两国正着手开始紧张的谈判环节 都希望结束让两个经济体连受重创的贸易战 双方谈判的目标 接下来首先将是美国减轻其关税 作为交换 中国应降低其贸易壁垒 并把其市场进一步为美国企业打开 然而 这些谈判线面临了一项严峻的挑战 纽约时报说 孟晚舟的被捕符合川普政府的几项主要外交政策目标 但也同样引发舆论对美国在华战略上的质疑 有分析称北京现在可能会向加拿大施压 要求将它释放 同时向美国施压以避免异常审判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研究东亚政治与经济的蓬佩尔就说 华为创始人家庭成员的被捕表明 双方的矛盾正在迅速升级 一位因无权谈论调查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纽时 今年 因华为涉嫌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还曾要求司法部对华为进行调查 他还说纽约东区的检察官已接手此案 不过 美国司法部及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新闻代表均拒绝置评 另外 被问及与习近平共进晚餐时川普对逮捕一事是否知情时 白宫未立即给出回应 有意思的是 在中国媒体报道中 更多的猜测集中于华为在5G领域令人瞩目的发展 目前 各国在5G时代展开激烈的竞争 其中中国和美国的竞争最为激烈 以通信起家的华为 这些年在5G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也受到来自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联手狙击 美国在新西兰、英国和澳大利亚 已经相继出台对于华为的禁令 对此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志军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美国政府考虑的政治因素远多于实际的安全问题 在此之前 加拿大是仅有的作为美国联盟国却同意华为在其国内进行5G建设的国家 也正因为如此 加拿大此次对于孟晚舟的逮捕行动令人实感意外 诚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 美国和中国陷入了高科技霸权的争夺 今年以来 这场竞争则越发越有政治意味 过去十年中 华为确实已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1987年由曾在人民解放军任工程师的任正非创立的华为 2017年收入超过了900亿美元 其设备是全球移动网络的支柱 其智能手机在欧洲和中国很受欢迎 这是它成为中国技术实力的象征 证明它已从一个制造便宜但不可靠的小玩意的国家 发展到能够制造与硅谷和其他亚洲科技巨头相媲美的尖端产品 纽约时报最后引述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表示 华为问题可能为未来谈判笼上阴云 他说 中美之间脆弱的贸易停战已经陷入困境 现在更有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破裂 他还说 中国很可能会对这一事件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 尽管这肯定会为双方的谈判增添更大的变数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吕月的评论文章 题目是 习近平能否当21世纪李鸿章 川习会结束四天了 中美首脑率团对阵阿根廷的多幅照片继续走翘世界 习近平表情十足 或严肃 或微笑 或矜持 或大笑 被各国媒体乐此不疲的作为新闻稿的配图刊登 笔着四天后再看这些照片 语初看时感觉迥异 只觉内涵丰富多了 这与王毅记者会关系不大 与新华社误导新的党八股报道有些关系 但是与川普和他的内阁大员们会后争相爆料的关系太大了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称 晚宴前他与刘鹤第二次会见 刘鹤直接表示 我什么也不说了 习主席会出面说 库德洛说他们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川普 因为太不寻常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会后接受采访时 主持人问 晚宴上中方是否重视解决美中贸易争端问题 纳瓦罗回答 一开始主要是习近平在谈 他是前30分钟里中方唯一在谈话的人 对于习近平如此重要讲话内容 新华社无疑自报道 但是从各大媒体播放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习近平与石月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北京会谈时判若两人 当时他是依靠放在眼前的讲稿与安倍会谈的 整个人不在状态 但是在布宜诺斯艾丽丝 他却是从容不迫将中方承诺的主要内容谈了30分钟 这不仅表明他为这次峰会做足了功课 也表明他审时度势 转变了以牙还牙的立场 决心要做重大让步 纳瓦罗最早透露 双方就整个结构性问题进行了讨论 包括中国强制技术 转让 知识产权保护 非关税壁垒 网络入侵及网络盗窃 服务和农业等诸多方面 其中大部分都是川普关注的 非常重要的结构性问题 也是中方过去不承认 拒绝谈判的问题 纳瓦罗说 习近平亲自就加大 购买美国商品 保护知识产权 强制技术转让等许多问题 做出了承诺 这个承诺有多大 美财长母亲透露 习近平还做出 逾1.2万亿美元额外贸易承诺 使得川普的英哥混编团队第一次看到 令中美贸易逆差 完全消失的清除道路 会谈中最令川普高兴 开心满意的是 川普问习近平是否能将芬太尼 作为管控物资 习近平同意了 这时的习主席以极佳的人道主义姿态 同意将芬太尼指定为狩猎管物质 作为白宫声明的第一项 承当代理鸿章是嘉奖 近五年 中国廉价制造的芬太尼泛滥 造成每年过量使用芬太尼 和类似毒品的死亡人数 已骤增至2.9万多 川普2017年多次向中国要求管控 这一药物流入美国 此次习近平如果真正监控得住 属于功德无量 白宫声明发表 令芬太尼爆红网络 鲍童先生发了一条推文将芬太尼 类比于当年的鸦片 1840的鸦片战争也可以命名为通商战争 如果说它起因于鸦片 那么战争的结果是导致无口通商 何况英国的目的也正是通商 而不是卖鸦片 今年5月 刘鹤赴美谈判就顶着被骂成李鸿章的压力 实际上 李鸿章是大清之功臣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鼻祖 他搞的洋务运动打下中国近代化的基础 他具有过人的才能 最善于与洋人打交道 维护大清的统一 习近平若能成为当代李鸿章 不是辱骂是嘉奖 习近平此次成功与川普完成谈判 换来三个月缓冲期 中国答应立即购买美国农产品 降低进口美国汽车高达40%的关税 很有望达成零关税 这对中美两国人民都是福祉 就连中国的猪也能吃饱了 川普在女婿库什纳建议下 委派对华强硬派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负责川习会后与北京的谈判 显示川普要根本性解决贸易不公正的决心 对于履行承诺的历史记录不好的 中国代表则是艰难万分的考验 北京本月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而中共大外宣多为月刊12月号发表长文 左派撕裂中国 习近平应该负责 指民道性批评习近平权力不断加码 党管一切意识形态左转 大搞个人崇拜想当第二个毛泽东 习近平如果能成功将贸易谈判进行下去 避免90天后中美贸易重新开战 则是以实际行动进行检讨和改错 倘若90天后贸易战重启 4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也将慢慢毁于战火之中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黄小山成文的报道 题目是 华为高层被捕 舆论呈现撕裂 基金撤资避险 掌管华为财政大权的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消息周四 六日在内地形成刷屏 并波及资本市场 从社交媒体显示 一般民众坚信是美国的阴谋 但自由派人士认为 这是正起不分的恶果开始显现 持续一天的刷屏 华为首席财务官 亦是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大女的孟晚舟 被加拿大警方逮捕的消息 即使在官方介入管控之后 依然持续升温 在周四中午 关于任正非家事 孟晚舟的母亲 和曾为中共高官的老爷的资讯 以及尚未过程 也被网民全部挖出来 在新浪微博留言显示 大多数民众对事件十分愤怒 认为美国正用阴谋手段 打击中国的通讯设备研发 和制造的龙头企业 并压制中国的崛起 而一些试图解释华为 违反制裁条款的网民 就遭到辱骂和围攻 深圳企业界人士 周四下午指出 孟晚舟被抓的消息 尽管已经一整天刷屏 但在华为的内部群组 所有人几乎都一言不发 一些有华为人士的微信群 一避而不谈 深圳律师 魏水准称 孟晚舟被抓的是 自由派人士早已刷屏 并且大家都明白 她被抓 与华为违反美国的制裁条款 帮助伊朗等国 侵犯人权有关 大家亦知道 美国拥有独立的司法制度 她如果无辜 一定不会被冤枉 魏律师指 目前普通民众 不明白这些道理 而商界 即使有很多人明白 也不敢表态 为谁准说 大家都在刷屏 关注这个事 我们接触的圈子 当然都能明白事例 如果你是一个民营企业 实实在在做生意 我相信美国的司法制度 肯定会还你清白 华为呢 她打着民营企业的旗号 干了很多政府代理人的事 资助扶持譬如伊朗啊 朝鲜啊 去监控它的国民 这是我们的看法 但是老百姓可不这么看了 认为是美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商界的这些人呢 他们都是静若寒蝉 一般呢 他们不表态了 据悉 孟晚舟被加国 应美方要求逮捕后 中国资本市场迅疾做出反应 财经类自媒体大V 饭桶代老板的微博透露 上海陆家嘴 一个老牌公募基金 周四上午 紧急召集基金经理开会 连在外地出差的 也需要电话接入 专门讨论 华为高层被抓事件 据称会议群情激愤 纷纷声讨美国和加拿大 但会议最后的结论是 立即整华为供应商的名单 先抛售他们的股票避险 媒体人士张先生表示 因为美方对华为是刑事调查 因此 按照美家的法律 拘捕一个人应该是已掌握相关证据 而华为前景未卜 基金为了保住投资收益而避险 也是必然 张先生说 华为那个任正非的女儿被捕 美国法律 加拿大法律拘捕一个人 逮捕一个人 那都是有一定的事实 才采取这样的法律措施 基金它是以牟利为目的 为投资人争取最大利益为目的 他们的资讯来源非常广 所以说他们的那些动向 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利空的消息 但是中国政府呢 表达一种情绪 作为这个国家来说 不管怎么表达 都应该尊重人家的司法管辖权 BBC中文网报道 题目是 华为为何成为无眼的眼中钉 美国呼吁制裁中国电讯巨头华为公司 担心使用华为的网络技术 被用于间谍活动 最近英国网络安全机构警告说 对于华为仍然有技术担忧 新西兰政府拒绝让该国的移动网络 使用中国通讯巨头企业华为制造的5G设备后 在英国的华为业务也受到媒体关注 报道说 英国似乎对华为提供技术产品 并没有表现出相同的担心 在所谓的五眼联盟国家中 英国可能要成为唯一允许华为公司提供网络数据的国家 自驾汽车和城市内智能传感系统都使用这些数据 所谓五眼Five Eyes或五眼联盟是冷战时期英美牵头组成的国际情报分享组织 成员有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等五个英语国家 冷战期间五眼联盟情报网主要关注对象是苏联 但在苏联解体的后冷战时期 五眼联盟将注意力转向反恐 现在还把焦点对准中国 路透社最近的报道引述一个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 我们处于一个新的世界 来自专制政权的冲击导致西方扩大了情报分享 虽然中国成为五眼国家的聚焦对象 但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也是他们关注的目标 最近几个月来 这些国家的外交官 情报官员 政府首脑加强了磋商 保持低调的 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 曾经是中国军方的工程师 他在1978年成为中共党员 他的这个背景往往被批评者拿来作为 他有官方背景的证据 从今年开始五国的情报机关加强了合作 关注中国的海外活动 所谓的五眼联盟还同德国和日本等盟国分享情报 扩大应对中国海外活动的联盟 英国对华为有技术担忧 美国呼吁制裁华为公司 担心使用华为的网络技术被用于间谍活动 最近英国网络安全机构警告说 对于华为仍然有技术担忧 周五11月30日美日电讯报报道 英国政府通信总部 及CHQ下属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在新西兰最近拒绝 让华为参加该国建立5G移动网络投标后 也作出反应 该机构发言人说 他们对一系列技术问题表示担心 而且要求华为做出许多改进 但是英国目前仍然继续同华为合作 英国准备进行一系列5G技术招标活动 旨在建立速度超快的移动网络 华为以其优质廉价的服务 被看作是5G技术领域的主要供应商 美国安全机构一直在指责华为 是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 美日电讯报报道说 美国的安全官员去欧洲试图说服英国和德国安全官员 美国呼吁盟国在使用5G技术时 要加强网络安全和供应链安全 英国官员对金融时报说 美国使节敦促英国在美国采取措施 提防华为的时候 英国也在加强网络安全 德国一位官员说 美国最近在此问题上 华为加强施加影响 脱欧后制裁中国公司 英国政府内阁发言人接受BBC采访时说 政府和电讯运营商同华为在国内和海外合作 保证英国能够继续从新技术中受益 但同时也能管控网络安全风险 他们所说的合作包括设在牛津郡 斑驳里的一处设施 华为公司的雇员在那里对政府通信总部 及CHQ负责 这个政府技术监听部门负责审查华为公司产品中的安全缺陷 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隐藏的后门或其他故意设置的秘密手段 但是该部门上次的报告提到了一些缺陷 因此他们说只能就华为没有危险的说法提供有限的保证 英国政府上月也发出某种信号 当时英国政府对电讯公司发出通知说要重新审核他们的基础设施 那可能导致改变现有规则 而在采购决定中应该考虑这些变化 虽然华为没有被点名 但是报道过上述通知的金融时报指出 一些通信行业的高官的解读是 英国政府仍然可能发布禁令 英国三军联合研究所的劳森说 如果华为遭禁 我们不知道中国会在多大程度上 在其他领域拒绝同我们进行商业往来 现在都关注脱欧对英国的经济冲击 因此时机并不好 无眼向新西兰施压 即美国和澳大利亚对华为公司关上了大门 不许华为参与他们下一代移动网络的业务后 新西兰电讯公司Spark New Zealand公布消息说 使用有关设备被认为存在安全风险 抑制北京可能利用相关技术监视新西兰 在将来产生争端的时候 但是新西兰的政府部长解释说 这主要是出于技术考虑 而不是担心间谍活动 新西兰的安全部长李特尔坚持说 新西兰拒绝华为的决定同美国无关 中国华为公司已经表示 已经注意到新西兰电讯公司的声明 目前正在调查此事 但是华为作为世界一个主要的电讯设备供应商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值得信赖和更安全的技术方案 英国智库三军联合研究所的劳森说 华为背景当中有两个因素在发挥作用 进入互联网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依赖5G连接 来自国外的硬件现在引起更多的担忧 尽管北京一直坚持中国公司的海外发展 处于正常的经济和商业理由 但华盛顿及其盟友一直在指责中国利用 海外投资达到政治目的 华为同北京官方的关系 华为公司一直坚持把自己说成是员工 所有的民营公司 除了正常向中国国家纳税 和中国政府并没有特殊关系 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其他安全机构 多次就华为公司同北京的关系提出疑问 保持低调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曾经是中国军方的工程师 他在1978年成为中共党员 他的这个背景往往被批评者拿来作为 他有官方背景的证据 英国白京汉大学安全和情报研究中心的主任 格里斯教授说 在中国 公司和国家一般都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 剑桥大学的安全工程教授安德森表示 在5G问题上 人们担心在国际紧张局势发生时 中国能够对英国发动大规模阻断服务攻击 显然存在这种风险 中国目前表现强硬 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随着富裕程度增加 中国能变好 但是我们的希望是徒劳的都落空了 过去华为在美国销售手机受阻 随后澳大利亚禁止当地网络公司使用华为的5G设备时 中国都就此对保护主义发出警告 但是BBC的报道注意到 目前北京并没有显得急于站在华为一边做辩解 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威胁已经让中国官员忙于应付 他们出手帮助华为可能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另外BBC报道还注意到最近中共的 人民日报列出过去40年对改革开放 有杰出贡献的百人名单中漏掉了华为的创立者任正非 这份包括国防军工、企业、官员、经济学者、演艺人士的百人名单中 没有列入许多中国人眼中的本土科技力量代表人物任正非 引起了许多议论和猜测 华为创始人没有列入的原因是因为他同政府关系过境 要避嫌还是因为他和政府的关系不够 大家好,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MINGJINGradio 或者呢也可以打入中文字明镜之声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